普里镇青农魏正林获得今年农委会台湾百达青农的荣誉 为了鼓励青农并了解青农产业 日前县议员陈怡君特别到青农魏正林的农场进行参观 陈议员表示 香草甲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荣誉 而青农魏正林也非常愿意与其他人一起来交流经验 也希望在农友们互相帮助以及经验交流之下 能够开发出香草甲的市场帮助农民的收益 那现在很高兴就是说 正林她也很愿意把她的这些心得 她整个对于这个发酵方面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那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在台湾其实是参与的人还不多 大概两百多位 但是呢 刚刚我们也吃到了 她用这个香草做的这个巧克力 以及这个冰淇淋 都是非常有卖向 而且品质非常好 那未来我觉得这个市场的潜力也是会非常的大 因为比较走向就是一个健康 自然没有负担的一个方向 青农魏正林表示 从事香草种植已经有十多年时间 而香草在近几年来也有非常好的发展潜力 因此也希望结合今年通过的始农教育法 将香草发展为六级产业 让台湾香草种植走入国际市场 那因为其实我种植香草甲已经这十多年了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做到一条龙 然后刚好因应就是那个 食农教育法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把它推到六级产业 那让台湾的香草啊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风味 好的一个高价的一个农产品 真正能够在台湾生耕 然后把这个推往国际 副委员盘一全恭喜青农魏正林 荣获农委会评选入围台湾百大青农 也期许魏正林能够再接再厉 持续的为产业发展来努力 借此开发产业更多的附加价值 帮助南投产业能够得到提升 记者陈维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